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五节 到第六节 这边特别提到落在土浅石头地的 虽然它有番土 也把种子埋在土里面 虽然它有番土 也把种子埋在土里面 但是第二块田地 它并没有预备 就是在这个田地里面 把石头给除干净 但第二块田地 它并没有预备 就是将土地里面的石头 除干净 所以造成这个种子的苗 它往下一扎 遇到了石头 所以造成种子的苗 往下一扎 就遇到石头 往上扎 又遇到日头 往上扎 又遇到日头 在两面的夹杀之下 它就枯干死掉了 在两面的夹住之下 它就枯干了 那这个对我们的信仰 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对我们的信仰 有什么提醒呢 我们先来思考 什么是石头 我们先来思考 什么是石头 石头跟土不太一样 石头和土不太一样 石头没有养分 它是硬的 石头没有养分 它是硬的 所以我们再想一想 种子在石头当中 它是没有办法生根的 那今天什么是 我们信仰存在的石头呢 什么是那些 阻挡我们的信仰 的根往下扎 这些没有养分的石头呢 什么是阻挡我们 信仰往下扎 没有养分的石头呢 有人说 我们人要试着 过着简单的生活 但在这个时代 要过简单的生活 真的很不简单 但是在这个时代 要过简单的生活 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阻碍了我们 甚至我们有更多 复杂的一些想法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阻碍我们 甚至我们有更多 复杂的想法 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 我们越来越不能够 过简单的生活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代 越来越不能够 过简单的生活 有太多的欲望 不断地在我们心中 不断地要去追求 有太多的欲望 在我们心中 不断地想追求 有人说我们一生 我们用不到 我们用不到 百分之七十 用到的只有百分之三十 有人说我们一生中 用不到百分之七十 最多用到百分之三十 好像一台高档的手机 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你用不到 一款超级的跑车 百分之七十的速度 在香港应该用不到 一部好快的跑车 百分之七十的速度 在香港应该用不到 一栋豪华的别墅 百分之七十的空间 你用不到 一栋豪华的别墅 百分之七十的空间 你用不到 姐妹很多时候 穿衣服总是衣服不够 姐妹常常 穿衣服都是不够衣 但是百分之七十的衣服 买了就把它晾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辈子赚的钱 其实我们百分之七十的钱 我们是用不到的 我们一辈子赚的钱 百分之七十其实都用不到 有人说怎么过得简单 你要使用那百分之三十 就已经足够了 有人说怎么过得简单 就是你懂得用那百分之三十就够了 但是我们人生总觉得 我要那个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人生总是觉得 我们要用到百分之一百 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那些不必要的百分之七十的 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就花了很多心思 在不必要的百分之七十上面 占据了我们很多属灵当中 我们能够往下扎根的一个空间 占据了很多我们属灵当中 能够往下扎根的空间 我们在那百分之七十的事上 我们阻碍了我们的聚会 阻碍了我们灵修的一个时间 在百分之七十的事上 我们阻碍了我们最会灵修的时间 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在灵性当中的成长 我前阵子上网去查 我是查台湾的状况 我前一阵上网去查台湾的状况 在疫情期间 孩子不用到学校上课 那还有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灵修 做属灵上面的事呢? 那当我们的思维里面遇到了石头 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伸根了 当我们遇到石头 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伸根了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信仰存在的石头呢? 那有什么是我们信仰存在的石头呢? 很多时候是人的理性 人科学的头脑 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 虽然是用一本圣经 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 虽然是用一本圣经 有些教派对圣经的接受 只有百分之三十 有的教派对圣经的接受 只有百分之三十 有的百分之五十 只信新约还是只信旧约 有的百分之五十 只信新约或者旧约 比较好的百分之七十 但是那些不能够用科学证明的神迹 他是不接受的 但是那些不能够用科学证明的神迹 他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学派的神学家 他们不相信圣经的神迹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学派的神学家 他们不相信圣经当中的神迹 他们传扬圣经 他们又不能够全然相信圣经 他们传扬圣经 又不能够传言相信圣经 为什么人的理性成为那个石头 信仰没有办法扎根下去 为什么人的理性会成为石头 信仰没有办法扎根呢 我过去在台湾 我接了八年的大专辅导的一个工作 我过去在台湾 接了八年的大专辅导的工作 我们要常常去很多的团契上课 我们要常常去很多的团契上课 这些大学生很有想法 这些大学生很有想法 有时候他们订的主题 要我们上课 都是很大的 很艰难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所订的主题 要我们上课 都是很艰难的事 有一个团契定一个主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团契定了一个主题 我非常深刻 他的主题是 信仰中的毛鱼盾 他的主题是 信仰中的毛鱼盾 哇 这个主题的背后 到底凸显出青年在想什么 这个主题的背后 究竟是突显出青年想着什么呢 这个主题我想了很久了 这个主题我想了很久了 于是我就定一个副标题了 于是我就定了一个副标题 信仰中的毛鱼盾谈绝对与相对 信仰中的毛鱼盾谈绝对与相对 首先我就说 我的信仰信到现在没有矛盾 首先我就说 我的信仰信到现在没有矛盾 那为什么信仰会存在矛盾 因为两个绝对对在一起 就会矛盾 过去有人在卖兵器 过去有人在卖兵器 于是首先拿起他的毛说 我这个毛是绝对世界上最厉害的毛 于是他就说 我这个毛是绝对世界上最厉害的毛 任何盾他都可以攻破的 任何盾我都可以攻破的 那讲完他又拿起他的盾来 说完他就拿起他的盾来 各位呀 我这个盾是最厉害 是绝对厉害的 他说我的盾牌是最厉害的 任何的毛他都可以来抵御 任何的毛他都可以抵挡得住 当然有人就说 如果用你的毛吃你的盾会怎么样 当然有人就说 如果用你的毛去刺你的盾 那怎么样 后面这个词语就出来 就会自相矛盾 后面的词语就出来了 自相矛盾 我们想想为什么今天信仰 我们会遇到冲突跟矛盾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想信仰 为什么会遇到冲突和矛盾 在这个时代对青年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些突破不了的事情 在这个世代对青年来说 是很大突破不了的事情 因为你要把两个绝对弄在一起 就会矛盾了 因为你将两个绝对 放在一起就会矛盾了 我的毛是绝对的 我的盾也是绝对的 我的矛盾是绝对的 我的盾也是绝对的 两个绝对来相碰就会矛盾了 两个绝对来相碰就会矛盾了 我们要先确立在世上绝对的只有一个 我们要先确信在世上绝对的只有一位 我们一般比较不能够用两个绝对比较 而是在相对的事上才能够做比较 我们通常都不能够用两个绝对去比较 通常是用相对去比较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了信仰 圣经真理它是绝对的 那这个绝对在我们的心中只能够有一个 它是绝对不能够有另外一个绝对来抗衡它的 那这个信仰只能够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绝对 不能够有第二个绝对去抗衡它 那我们今天生活的 我们的思想的价值观的科学的 不是绝对它是相对的 我们今天的思想 我们价值观 我们的科学名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的信仰能够确立神 神的真理 圣经是绝对 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真理可以是绝对的 那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真理 圣经跟神的绝对性被质疑了 如果我们的真理 神的绝对性被质疑了 你任何世代的潮流 任何的风向 跟圣经观点不一样 你的信仰就会碰撞了 我们任何世界上的潮流 跟圣经不一样 那我们的信仰就会被抵触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对信仰感到非常迷惘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青年对信仰感到很迷惑 我们在前阵子在台湾 有关于提到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 前一阵子在台湾有讲到同性恋的合法化 这个世代认为这个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世代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一个风向 这是潮流 是风向 是潮流 但是圣经很清楚知道 这是不对的 这是罪 这是神不允许的事情 但是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这个是不对的 是罪 是圣经不允许的 很多的青年就受到外面的思维影响 但是很多的青年就受到世代的影响 拿到来教会说教会没有爱心 那类似这样的课题 在未来的世代里面会有更多 我们很多的观念会更深情有冲突的 如果今天没有确立神的真理是绝对的 任何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受到影响的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确信 神的真理是绝对的 我们很多事情都会受到影响 那第二个有信仰的石头是什么 另外一个的石头是什么呢 就是旧有的传统的信仰概念 就是旧有的传统信仰概念 我到一间教会有一个目道者来找我 我去到一间教会有位目道者找我 传到你们的信仰我都接受了 他说传到你们的信仰我都接受 可是卡在我们家里面有祭祖的观念 但是因为我们家里有祭祖的观念 如果传到你答应我 我就马上受洗 如果传到你答应我 我就马上受洗 我说要答应你什么事情 他说答应你什么呢 如果你允许我可以拜祖先 我就来信耶稣了 如果你答应我可以拜祖先 我就来信耶稣了 后来我就跟他解释 讲很多的道理给他听 我后来就跟他解释 讲很多道理给他听 他说传到你不同意我就不受洗了 他说传到你不同意我就不受洗了 他的信仰 他的石头就是这个 他的信仰 他的石头就是这个 我们一个目道朋友 目道了二十多年 我们有一位目道朋友 目道了二十多年 他非常认真来聚会 他非常认真的聚会 但也非常认真的去拜拜 但是都非常认真去拜拜 我信了二十多年没有定见 信了二十多年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他 你怎么信仰没有定见呢 为什么你信仰没有定见呢 传道我可以靠耶稣 我可以靠拜拜 两个都靠不是双重保障吗 他说我可以信耶稣 又可以拜拜 我不是双重保障吗 我说你是一只脚 他两只船 我说你是一只脚 踏两条船 信仰我们要回到 专利里面 信仰我们要回到 专一 所以任何的农夫在 跟踪 一定要在当中 去跟你把这个石头 给除干净 所以任何的农夫 在耕种的时候 都要将石头脱干净 如果今天我们信主 但是里面还存在 很多的石头 如果我们今天信主 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石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不会长大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不会成长 因为当你的信仰到一个阶段 遇到了石头 你就扛住了 因为你的信仰 去到一个阶段 遇到石头 你就卡住了 又遇到日头了 很快就枯干了 又遇到日头 又很快枯干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信仰先到一半 就信不下去了 这个就是很多信仰 为什么信到一半 信不下去了 这个弟兄姐妹 以前很热心 怎么一段时间 都没有看过 都不来聚会 因为一段时间之后 就见不到他 没有来聚会 因为在信主之前 没有处理他的石头 因为在信主之前 没有来处理他的石头 遇到一个阶段 遇到了考验 遇到了石头 遇到一个阶段 遇到考验 遇到石头 他的信仰 就没有办法再深入了 他的信仰 就没有办法再深入了 我们来看土浅石头地 它有几种状态 我们回头来看 马太福音十三章 来看六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第五节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 土济不生 发苗最快 所以这种信仰状况 是怎么样呢 所以这种信仰状态 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解释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解释 我们来看到二十节 看二十节 来看到二十一节 看到二十一节 二十节 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使未到受到患难 或者是受到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这就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状态 这个就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状态 他听了道理 有把道理埋在他的土里面 他听了道理 又将道理埋在他的土里面 一开始他是欢喜领受的 一开始他是欢喜领受 但是热心 他是个现象 不代表是一个真相 所以这一段提到 他只是暂时相信的 所以这一道语 就看到他只不过是暂时相信 有一位目道朋友 他病得非常严重 他病得非常严重 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 他来到教会目道 非常感谢主 他洗礼之后 他的病得到痊愈了 非常感谢神 他洗礼之后 他的病得痊愈了 哇 这个神迹对当时的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作用 这个神迹对当时的教会 是很大的激励作用 可是这个信仰呢 信主没有一年的时间 他就消失了 但是这个朋友 他信主没有一年的时间 他就消失了 后来很多访问主跟他联络 你怎么都没有来聚会了 后来访问主跟他联络 为什么你没有来聚会啊 我的病好了 我的病好了 我干嘛要来聚会呢 我的病好了 我干嘛要来聚会呢 所以他把他跟耶稣的关系 是建定在 主耶稣是医生 我是病人 所以他将他和神的关系 建立在主耶稣是医生 他是病人 就像我们今天生病 我们会去挂号嘛 就好像我们今天 病了会去看医生 你病好了 你就不需要医生了 病好了就不去看医生了 对呀 我病好了 我干嘛还要去教会呢 我病好了 为什么还要来教会呢 只见神迹 但是却没有看见神迹 背后的神 只是见到神迹 却没有见到神迹背后的神 亲爱的中姐妹 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不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弟兄姐妹 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不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我们不是遇到的需要 我们遇到困苦了 遇到疾病 我们赶快来到教会来祷告 我们不是遇到需要 遇到困苦 遇到疾病 立刻来到教会祷告 我的状况排除了 我就不用去聚会了 我们的状态好翻了 那就不需要来教会了 圣经说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 圣经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 它说它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它说它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 它就没有生命 它的生命就会苦干 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 它就没有生命 它的生命就会复光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一个生命连结连熟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生命连接连熟的关系 一旦你离开了这个连结 你就没有养分去供应了 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连接 我们就没有养分去供应 好像鱼离开了水 它就会死掉 就好像鱼离开了水 它就会死 又像树枝离开了树根 它就会死掉 又好像树枝离开了树干 它就会死 所以可见我们的信仰 它需要时间的考验 我见我们的信仰 是需要时间的考验 有人说一个信仰 怎么看它的灵程 有人说一个信仰 怎么看它的灵程 第一个要有时间 第一样是要有时间 第二个透过某些事件 第二是透过某些事件 这个人平常好像信仰都不错 这个人平时的信仰好像不错 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个事情 他就不来聚会了 但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 他就不来聚会了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非常的爱主 也非常的有爱心 他后来在做圣工的时候 跟一个弟兄姐妹起冲突 他后来做圣工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起冲突 他看到教会好多的软弱 他见到教会好多的软弱 他从此不来聚会了 他从此不来聚会了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热心 只是表面的 有些时候 如果不是从根建立 很快就被摧毁了 所以我们见到那些热心 其实都是很表面 如果不是由根去建立的话 很快就会被冲淡 如果信仰没有根 很容易被人情事故给牵绊了 今天只要是人 就有人的问题 但是教会是神的肢体 很多问题都可以 透过祷告 回到信仰去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 一定要有根基才可以 我们来看第二个状态 我们回头来看 第十三章的第六节 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的第六节 日头出来一切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那在解释我们刚读过的 就是遇到了患难 所有的逼迫就立刻跌倒了 那我们知道说 一个种子的成长 这个日光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一个种子的成长 日光非常之重要 它必须行光和作用 所以助长了 这个种子的发芽成长 它必须有光合作用 可以助长种子的发芽 所以日头的出现 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 所以日头的出现 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 所以对有根的信仰 日头的出现 是能够让它迅速的成长 所以对有根的信仰 日头的出现 是可以让它迅速的成长 但是对于没有根的信仰 日头的出现 却扼杀了这个种子的生命 但对于没有根的信仰 日头的出现 日头的出现 就扼杀了种子的成长 那到底什么是日头 那到底什么是日头 那这一段经节特别提到 就是受了患难 这一段经节特别提到 就是受了患难 还有受了逼迫 还有受了逼迫 在路加辉的第八章第三节 怎么解释呢 路加福音八章三节 怎么解释呢 提到了遇到了试炼 他提到遇到试炼 我们知道试炼跟试炼不一样 我们知道试炼和试炼不一样 试炼是出于魔鬼的 试炼是出于魔鬼 他要透过试炼让我们去远离神 他要透过试炼让我们远离神 试炼它是出于神的 试炼是出于神的 神允许试炼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允许试炼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借着试炼来造就我们的灵性的成长 就像日头的出现 能够助长这个苗 这个种子的发芽 就像日头的出现 可以助长到苗和种子的成长 如果按照主耶稣这么说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经过试炼 如果按照主耶稣这么说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要经过试炼 我们早期的前辈常常这么说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要接受四种试炼 第一种就是水洗 第一种就是水洗 大水的赦罪洗礼 第一种叫圣灵的洗 第二种叫圣灵的洗 第三种就是借着道理的洗礼 所以我们在听道理当中 也是不断的洗净我们的内心 第四种叫做火炼般的火洗 如果今天不透过火洗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信仰的长进在哪里 如果今天不透过火洗的话 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成长在哪里 我们都会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我们都会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他的信心从哪里表现出来 他的信心在哪里表现出来 从神允许的试炼 从神给他的考验开始 从神允许他的试炼 从神允许他的考验开始 学生的学习到底他学得怎么样 如果老师问学生懂了没有 如果老师问他你懂不懂 我们很自然 孩子都说我们懂了 小朋友很自然就会说懂 到底懂还是不懂 到底懂不懂呢 发个考卷就知道了 给个考试卷他就知道了 你考的及格还是不及格 就代表你这个观念 在这个科目里面你到底懂了多少 合不合格就可以代表到 在这个观念 在这个课堂里面你懂得多少 所以神也很期待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 所以神也很期待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 我们到底是懂道理还是不懂道理 我们到底是懂道理还是不懂道理 很简单给你一个考卷就知道了 很简单给你一个考卷就知道了 所以神会允许我们接受各样的操练 所以神会允许我们接受各样的操练 我们知道在约伯的一生里面 曾经经历过很克服民心的操练 我们知道若伯的一生曾经经历过 很克服民心的操练 一夜之间所有的产业被夺走了 一夜之间所有的产业都被夺走 一夜之间他的乙女全部都死去了 这个当然是魔鬼给他的试探 这个当然是魔鬼给他的试探 但试探的背后也是神允许给约伯的试炼 但是试探的背后都是神允许给约伯的试炼 所以这么说来有时候试探跟试炼可以是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试探和试炼其实是一件事情 但是神知道这是给约伯的考验 但神知道这是给约伯的考验 我们看约伯怎么反应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约伯怎么反应这个问题 他虽然很痛苦他怎么向神祷告 他虽然很痛苦但他怎么向神祷告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是神 收取的也是神 所以约伯的观念非常的正确 所以约伯的观念非常的正确 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是什么也没有带来 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什么也没有带来 那我将来离世我什么也带不走 我将来离世我什么也带不走 我过去得到的都是神所赏赐给我的 那我这些被夺去了 我只不过回到那个原本的状态 我一点损失也没有 我这些已经没有了 其实都是回到原本的状态 一些损失都没有 我还是不便对神的敬畏 我都是不便对神的敬畏 哇 这个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一样是日头照到了约伯 也照到他的太太 他太太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他的太太就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先生这么敬畏神啊 我的先生这么敬畏神 而且圣经怎么介绍 他是完全人呢 而且圣经介绍他为完全人 他是个义人 远离二世的 非常正直的人 他是义人 他是远离我 是非常正直的人 为什么他这么正直 神却不保守他呢 为什么他这么正直 神却不保守他呢 太太讲了什么话 太太讲了什么话 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算啊 你弃掉神死了去吧 我想这太太里面很深的痛苦 我相信太太在心里面是很痛苦 你看一样是日头 两个人的反应确实不一样 一样是日头 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却不同 一个有根的生命 他借着日头 他能够成长 一个有根的生命 他借着日头可以成长 一个没有根的生命 遇到日头 他就会枯干了 一个没有根的生命 他遇到日头 就会枯干了 我们一个弟兄 他过去是访问主 他非常会勉励在疾病当中的姐妹 他也很能够同理 然后给予他更多的安慰 甚至为他们来祷告 他都可以给予很多的安慰 甚至为他们祷告 有一天这个弟兄 他罹患了癌症 有一天这位弟兄 他患了癌症 有一天他做这样的见证 有一天他作这样的见证 他说感谢主终于轮到我了 他说感谢神终于轮到我了 一般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想法了 一般我们不会这样想 他说他过去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生病 他都在想一件事情 他说他过去遇到很多弟兄姐妹病了 他都想一件事情 我这么会鼓励弟兄姐妹 从病痛当中来靠神 我这么懂得鼓励弟兄姐妹 在病痛当中去靠神 有一天如果换位思考我生病之后 有一天如果是我生病之后 我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像这些 病痛的弟兄姐妹 有一样的信心呢 我自己是不是可以 好像这些弟兄姐妹 有一样的信心呢 所以他说感谢主终于轮到我生病了 所以他说感谢神终于轮到我生病了 一族的考卷发下来了 我怎么去作答 主的考卷发下来了 我怎么去作答呢 他的心很正向呢 他的心很正向 我怎么在这个病痛当中 我还能够依然持守我的存症 我怎么在病痛当中 依然持守我的神经 我要透过我的病痛当中 来彰显神的荣耀 我要透过我的病痛 去彰显神的荣耀 他祷告不是去埋怨神 而是感谢神 他的祷告不是埋怨神 是感谢神 求主能够在他的病痛当下 能够给予他一种心理的平安 求神在他的病痛当中 可以给他心灵的平安 借着这个平安 他要去传福音给别人 藉着这个平安 他要去传福音给别人 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努力 去扎根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努力 去扎根我们的信仰 这个树的根就是他的生命力 这个树的根就是他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注目在台湾的 最北的这个正兵教会 有一次我注目在台湾 最北的一间教会 在那个地区有一个海经医院 在这个地区有一间医院 医院有一个很特别的 他有一座小会堂 据说是当时蒋送美林盖的会堂 医院里面有一个小会堂 那这个会堂已经很久 大概有五六十年了 这个会堂已经很久了 大概有五六十年 那后来因为教会都有去做福音工作 他就托我们教会去管理那个会堂 因为我们教会都有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他就托我们教会去管理这个会堂 有一天我跟傅哲人突然发现 会堂怎么漏水了 后来我们怎么看 没有裂缝 有一天负责人就爬这个梯子 来到屋顶上去看 他吓了一跳 怎么当中有一棵龙树长在那里 他吓了一条 为什么上面有棵树山在上面 这个种子怎么会掉在那个地方 可能是鸟 掉了那个种子 这个种子掉在那个屋顶那边 可能是雀仔 担了这个种子 跌了在屋顶上 他为什么会长出来 因为他的根已经整个是把那个水泥都已经有裂缝了 他为什么会成长 是因为他的根已经生在水泥当中了 哇 已经深入到整个建筑里面了 已经深入了去整个建筑里面了 我们看了都吓一跳 我们看到都吓了一跳 后来负责人怎么去拔都拔不出来 后来负责人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我就在想 哇 这个树的生命怎么这么强 我就在想这个树的生命怎么这么强 所以想一想今天我们信仰如果有根 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信仰如果有根 在恶劣的环境更是我们信仰成长的时刻 在恶劣的环境下更加是我们信仰成长的时刻 那保罗的信仰就是这样 保罗的信仰就是这样 我们请看这个罗马书来看第八章 罗马书请看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我们看到三十九节 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痛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持生肉体吗 是威胁吗 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我们圣信无论事实是生事 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事 是低处的事 别的受到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非常佩服保罗的信仰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非常佩服保罗的信仰 我在读的时候看见保罗的那个根是很深的 我在读的时候见到保罗的根是很深的 他信耶稣不是只求一个外在的平安 他信耶稣不是只是求爱在的平安 他虽然信主传福音 他的生命有很多的痛苦跟逼迫 他虽然信主传福音 即使遇到了逼迫 饥饿 吃生肉体 即使遇到 迫白饥饿 赤身露体 遇到传福音的危险跟刀剑 遇到全福音的危险都见 他说能靠着爱我们的主 他能够得胜有余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他能够得胜有余 不管任何的环境 都无法阻隔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任何的环境 都无法阻挡他与神的关系 他说因为他深刻体会到主耶稣的爱 因为他深刻体会到主耶稣的爱 这就是一个有根的信仰 这个就是有根的信仰 所以一个信仰有没有根 发生事件 遇到考验就看得出来 所以一个信仰有没有根 发生事件 遇到考验就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预备这个时刻的灵道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预备这个时刻的灵道 平常做好灵修 求主保守我们 平常做好灵修 求神保守我们 当我们配得接受考验的时候 所以说看我们也限了一段时间 主耶稣都见我们信了一段时间 我们觉得有信心去胜过任何的考验 我们觉得有信心可以胜过任何的考验 有时候信仰最可贵是遇到了考验之后 有时候信仰最可贵的是遇到考验之后 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更高一层楼了 我们的信仰能够更高一层楼 你看约伯遇到了这么大的痛苦 约伯遇到这么大的痛苦 又看见了神那美好的旨意之后 又见到神美好的旨意之后 他后来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他后来怎么看这件事呢 他说过去我风雲有神 但如今却能够亲眼见神 他说过去风雲有神 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再次相遇的地方 让我们重新能够与神相遇的地方 所以信仰一定要往下扎根才能够结果 所以信仰一定要往下扎根才能够结果 好像树它有根它能够往上长 就好像树它有根可以往上长 所以一个生命的高度 在于它的生命它是有深度的 所以一个生命的高度 在于它的生命是有深度的 如果没有深度高度都是虚假的 当然在香港和台湾可能没有办法比较 我们在台湾的建筑法规 你盖得多高地基就要多深 因为台湾是一个地震带 我们接受了好多的地震 我们都非常的恐惧 所以这个房子一定要有根基 所以房屋一定要有根基 所以一个大楼如果盖得很高 如果没有很深的地基 所以一个大楼如果起得很高 没有很深的地基 这个地震一下它就会倒塌了 一地震它就会倒塌 所以我们在想属灵方面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想属灵方面都是这样 属灵不只有高度的问题 还是取决在深度的问题 属灵不单止是高度的问题 还有深度的问题 属灵的高度可以在我们表现的一个服事里面 属灵的深度是藏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好像这个树的根是埋在土里面看不到的 属灵的深度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好像树的根是埋在土里面看不到的 当一个人看起来有高度却没有深度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的高度不能够造就教会 因为你的高度不能够造就教会 一个没有深度高度只会混乱教会而已 一个没有深度的高度只会混乱教会 这个对神的功能是一件很大的提醒 对神的功能是一件很大的提醒 属灵的深度比高度更重要 属灵的深度比高度更加重要 属灵的品格有时候比属灵的恩赐更重要 我们看扫罗王圣经怎么讲 他比别人高过一个头 我们见到扫罗王圣经说 他比别人高过一个头 他成为当时以色列的国王 他的身高很高 他的位分也很高 他的身高很高 他的位分也很高 但是扫罗王他没有属灵的深度 但是扫罗王他没有属灵的深度 他看见大卫比自己强 他见到大卫比自己强 很多富人五大唱和 很多富人都唱话 大卫杀死万万 属罗杀死千千 他就基督大卫了 他的位分很高 但是他的深度不深 他的位分很高 但是他的深度不深 整个道后面他就怒视大卫 整个国家道后面非常混乱 所以我们想到第二块土地 我们来思考 我们的福士要有根 所以我们去到第二个土地 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福士要有根 树的外面长的果实都看得到 但是树底下的根 我们看不见 这个根是埋在土里面的 这个根是埋在土里面的 就像我们的福士 别人看得到 但是你跟基督的关系 只有你知道而已 但是就好像我们的福士 其他人看得到 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看众人在奉献 主耶稣当日 坐在那个地方 看众人的奉献 当时很多的财主也奉献了 当时很多的财主也奉献了 穷寡妇也奉献了两块小钱 穷寡妇都奉献了两块小钱 圣经说两块小钱 又是一个大钱 圣经说两块小钱 又是一块大钱 他是把仅有的都奉上去了 他是把仅有的都奉上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穷寡妇 是全然的奉献呢 我们怎么看这个穷寡妇 是全然的奉献 两块小钱 他其实可以选择 投一块就好了 他其实可以选择 摆一块就可以了 可是他却投出了两块 如果比较前面的财主 他的奉献真的是为不足道 比较前面的财主 他们的奉献 真的没不足到 但是神却从两块小钱的背后 看见他的动机 但神却在两块小钱的背后 看得出他的动机 主耶稣看见他奉献的值 胜过他奉献的量 主耶稣看得出他奉献的质 胜过他奉献的量 虽然金额很少 但他奉献的值却是最高的 虽然金额很小 但他奉献的质是最高的 耶稣对众人说 你看他的奉献是最多的 耶稣对众人说 你看他的奉献是最多的 可见主耶稣的眼光 跟人的眼光不一样 我见主耶稣的眼光 和人的眼光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两块小钱的奉献 有时候教会的服事 不是用来比较的 有时候教会的奉献 不是用来比较的 你领五千 你要做五千的工作 你领一千 不要轻看你一千的工作 你领一千 不要轻看你一千的工作 你领五千 你要跟一千比较 那不能比的啊 你领五千 要跟一千比较 是没得比的 当你领五千 你又做了五千 你得到了神的赏赐 当你领五千 又做了五千 你又得到神的赏赐 你领两千 做了两千 同得一样的赏赐 你领两千 做两千 都是同得一样的赏赐 那这个后面的奖赏 都是一样的 后面的奖赏 都是一样的 那那个一千的 买没了 把它埋在土里面 一千的买没了 把它埋在土里面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 后来啊 这个主人就发怒了 后来主人就发怒了 把他的一千 夺过来给那一万的 把那一千拿出来 给那一万的 所以可见呢 买没恩赐 将来是要受审判的 可见买没恩赐 将来是要受审判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很多时候 外在做的人看得见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 外在做的人 见得到 但是里面做的 只有主耶稣看得见 但里面所做的 只有主耶稣看得见 难怪主说 不要让你右手知道 你左手所做的事情 所以主耶稣说 不要让你右手 知道你左手所做的事 你在暗中查看 主必在暗中报答你 你在暗中的察看 主必在暗中的报答 外在所做的 可以骗得过人 外在所做的 可以配得过你 但是内在所做的 却骗不了神 但是内在所做的 却骗不了神 有人说 我有四个层面的我 有人说 我有四个层面的我 第一个是大众的我 第一个是大众的我 也就是在 很多的弟兄姐妹 眼中的我 可能是另外一个我 就好像 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眼中 我是第二个我 我们在很多人面前 那个我 总是做到最好的那个我 我们在很多人面前的我 总是做到最好的那个我 那第二个我是家里面的我 那个是什么样的我 第二个我是家里面的我 那个是怎样的我 有时候跟很多人认识的我 有时候有落差 有时候跟很多人认识的我 其实有落差 因为家人最了解我们 你在公众场合 跟在家里面 有时候不一样的 因为家人最了解我们 我们有时候 在公众场合 和在家里面 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是你 眼中你是什么样的你 第三个是 你眼中你是什么样的你 有时候跟家人 看的那个你又不一样 有时候跟家人 看的你又是不一样 最重要是 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最重要不是 别人怎么看你 也不是你 怎么看你自己 也不是你自己 怎么看你 第四个最重要是 神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第四个最重要是 神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我们今天信仰最终 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来做审判依据 我们的信仰最终 是要面对神的审判 而不是别人的审判 也不是你自己 怎么看你 来做审判的依据 也不是用你自己 怎么看自己 来做依据 而是将来神 按照他所看的你 来做审判的依据 而是将来神 按照他所看的你 来做审判的依据 所以我们必须 在任何事情 都要从根开始做起 我们最终来看 哥罗西书来看第三章 我们最后题 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请看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三章来看 二十三 我们看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来看 二十二 我们来看到二十五节 由二十月看到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是听众 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以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必受 不义的报应 主不必偏待人 这边提到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 包含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这个讲到我们做任何事情 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也包含了外面我们的工作 也包含我们外面的工作 或者在家庭里面 我们亲人之间彼此的互动 或者在家庭里面 与亲人之间彼此的互动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是只为了讨人的喜欢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是只是为了讨人的喜福 而是总要从心里面 存在诚实的心 来敬畏神 而是总要在心里面 存在诚实的心 来敬畏神 做任何事情 都要从心里面来做 做任何事情 都要从心里面来做 对人做 也是要对神负责的 对人做 也都要对神负责 好像周边的工作 我们还是从心里面 诚实来做事 我们都要在心里面 诚实去做 因为神就借着我们所做的 我们内心所做的 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 将来神要按照我们所做的 把各样的赏赐来赏赐给我们 将来神要让 按照我们所做的 将各样的赏赐来赏赐给我们 所以二十五节说 主不必偏待人 所以二十五节讲到 主必不偏待人 所以我们从家 那个土浅石头的比喻 我们由这个浅土石头的比喻 让我们重新去看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石头 让我们重新去看 什么是我们的石头 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根基 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根基 日头出现 我们就知道了 日头出现 我们就知道了 有时候做侍奉 传福音也会遇到日头的时候 有时候做侍奉 全福音都会遇到日头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了侍奉的考验 当我们遇到侍奉的考验 还是遇到别人不同的批评指教 或者遇到别人不同的批评指教 我们还能够坚持来 敬畏神做服事的工作 我们还能够坚持去做敬畏神的工作 代表我们的信仰是有根的信仰 代表我们的信仰是有根的信仰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上午的正道就到此 上午的正道就到此 一起来唱诗 一起唱诗 我们唱118首 我们唱118首 我们 zur座到118首 一起唱118首 109首 那你 Driver